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入代中 今天彩虹姐姐要挑戰花式撞球 屏東縣玉田國小撞球隊 由劉安泰老師帶領 目前男女隊員共有19人 曾獲得2015年 屏東縣主委杯撞球錦標賽 國小女子團體冠軍 2015年高雄市港都杯 國小組男女混合個人賽 南花前六名 撞球是一項老少嫌疑的休閒運動 在打球的過程 可以培養同學們的專注力 以及主動私跑的能力 今天彩虹姐姐要跟 玉田國小撞球隊的紅學們 一起享受撞球的樂趣 雙腳五千同寬 雙腳五千同寬 球竿在球點 資料講過喔 那個橋下的位置 在一個手掌的距離 差不多15至20公分喔 好 趴下去 好 預備 一百下 開始 自己心中莫屬那個節奏 一二三四 節奏不要太快 這個我們要訓練 我們的出竿的耐力 有時候我們一場球賽 可能比較久 你的堅持度就會比較好 一二三 節奏不要太快 我的天啊 你們還在那邊 是超酸的 一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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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也太誇張了吧 你們也那麼痠啊 想不到 才練習一百下的動作 就已經有點眼花手軟 瞄不準了 教練還拿出瓶子 讓大家練習 每一次出竿 都要剛好伸進瓶口 除了動作要保持 更需要專注力 因為練習的初級 初級的那些東西 有一些球型在比賽的時候 常常會用得到 老師就會把它放到 練習關卡裡面 來讓我們練 練狀球可能會有點 會有點枯燥把味 就是你一顆球 你就是一定要打進 我們有基本能力 可能就是會練 推桿 中桿 拉桿 然後還有我們的初級一 初級二 初級三 初級四 初級五 這就是他們必須要做的一些功課 我們用 因為推桿的話比較高 用扣環式的 然後 拍下去 要打的球點 要在球的有點上緣的這邊 推桿 定桿 拉桿 不同的桿法 會讓白色母球有不同的跑法 每次出桿前 都要不停的思考 跳 跳 你行了 你行了 我們再來 再一次 點點外側 有沒有 你剛才是有點偏 正中心 然後秒 秒下面 五 五 三公 這是就很厲害 每次把球打金袋 都會覺得特別開心 難怪每位同學 都說撞球很好玩 就算每天都是做相同的練習 也不覺得無聊 撞球桿法大致分成六種 推桿 擊打後使母球往前跑 定桿 擊打後使母球停在原地 拉桿 擊打後使母球往後跑 下賽 擊打後使母球撞擊顆星 反彈角度變大或縮小 曲球 擊打後使母球行進路線成曲線 跳球 擊打後使母球飛越障礙物 擊打後使母球 拉桿最難 因為有很多顆要打進去 如果其中有一顆沒有打進 就要重來 然後都會卡在那一關 拉桿連接五球 拉桿連接五球 因為他的那個做球就是不好做 第一顆球要做第二顆球 真的不難 可是第二顆球要做到第三顆球 這難度就有點高了 要拉很遠 好 再說啦 拜託拜託再給我一次機會 你為什麼一直去那裡呢 好難喔 六十度 撞球的基本動作 必須靠著不斷重複的練習 讓身體記住動作 就是不停的架桿 出桿 持續的練習出桿動作 要訓練動作的穩定性 這學期到現在其實已經快起末了 就它有完成 那這幾個都完成 有些人還沒完整的話 就要再加油這樣子 彩虹姐姐 我們的志不在可以得到五張 初級一的話 連續做了十次 然後就有機會可以得到我最準 彩虹姐姐目前呢 連一次都沒有 有 我剛剛完成了一次啊 所以 這個還是要放在這邊放好 為了讓同學不斷練習基本動作 老師設進不同的關卡 讓同學們挑戰 每一關大概都需要好幾週的時間 才能成功 就是讓同學們 在腹肢不絕中練好基本功 賽可以打很多球 然後又可以一顆一顆慢慢打 賽 因為她在打最後一顆九號球的時候 很刺激又很緊張 如果進了我會很高興 彩虹姐姐我 現在要跟同學來一場高水準的撞球比賽 經過老師特別指導後 看我展現媲美職業選手的技巧 給大家瞧瞧 好 看我 我不會抓那個角度 好難喔 好 好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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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太緊張了 所以處理有點無力手軟 好難喔 彩虹姐姐 我光是專心把眼前的球 打進球袋 就已經覺得很難了 腦袋還要想著下一顆球 要怎麼打 整個手忙腳亂的 好厲害喔 就是這真的是一個號 技術 然後你要去算它的角度 然後要解球 有些時候你會被刁難 或是你會發嗆死球給別人 所以他們對彩虹姐姐超好的 他們 只要是難打的球 他們說彩虹姐沒關係 你可以拿自由球 你可以拿自由球 撞球運動分類依照球台 與器材分成 開輪 花式撞球 斯諾克與英式撞球 二式撞球 平式撞球 拿球 《日本勇勢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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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勢》 也就是張師傅獲勢勢畢 就是把心靜下來慢慢打 老師說 比賽時越能夠保持穩定 贏球的機會就越大 看誰能夠克服緊張 把球打好就能夠獲勝 比賽那位置 大半的感覺 你的相機是不是 買價錢比較好 還有你這樣不是拿那個價格 還不可以買的價格 上面變成上面的 全部都是你自己最好 但是你自己在外面 到這邊你覺得會獲勝嗎 機率就很低 因為就是如果7號打完就打8號 8號打完打9號 9號如果進了就會贏了 所以就很想要就是 細心一點慢慢打 比賽的時候要拿到一次第一名 至少要拿一次第一名 然後讓自己的技術越來越好 撞球運動不僅是要鬥志 更是考驗著同學們的耐力 打進最後一顆球前 都不能鬆懈下來 要能夠堅持到最後一刻 才是最重要的 運動的部分好壞 只要用認真正面的態度練習 都可以體驗其中有趣的地方 撞球需要身體的穩定度跟協調性 跟需要定性跟耐力 今天彩虹姐姐跟著 玉田國小的同學體驗撞球 發現把球打入帶中的聲音 讓我感到很有成就感 想要不斷的練習 也發現在比賽的過程裡面 可以練習冷靜的思考和判斷 所以不妨下次有機會的話 同學們可以體驗看看 花式撞球喔 我們就是愛人家